LAYO 聊世紀 今天很高興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半戰體能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比賽 OK 公寓杯的比賽今天也有打 那這個是一直打的關係 所以很多選手們都可以在比賽裡面試著 但比較好奇的是 這一場MIPER居然選擇了波蘭人 我們就來看一下MIPER會怎麼用波蘭人來打比賽 OK 那波蘭人他的最大特色是 他可以在果子旁邊插下大中原之後 在大中原旁邊撒下農田 可以獲得8%的食物的採收 是立即獲得 所以他的農田技術越高等 他的採收的肉類就越多 那波蘭人本身每挖100個石頭 都可以獲得3個黃金 其實在前期的塔工來說 破蘭人還有這個經濟加成其實也不錯 而且破蘭人的村民呢 還會自動回血 那破蘭人的後期呢 他可以打強弩 也可以打重裝騎士 大漏滿 還有這個自己的那個 這個寶兵 破甲寶兵 換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戰錘兵了 對戰錘兵 那破蘭人呢 他的玩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打滿 因為他的騎士呢 只要30塊黃金 非常省 等一下引貫技術之後 那金罐呢 是可以讓自己的大落馬 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那這個能力呢 打垃圾兵 戰錨兵 或戳兵 效果會比較明顯 因為這個效果呢 是會先扣除防禦率 再進行傷害的 所以防禦率越低的單位 被大落馬打動的時候 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會更明顯 OK 那智障地圖呢 中間有這個和率 總共有3萬肉 在中間 所以中間的魚群 如果可以拿下來的話 就可以一直在這邊捕魚 當然智障地圖要守住中間 其實也很不容易 因為生旅 都可以隨便著想 或是插個法 就可以守住的地方 所以前面可以 殺小 所以如果前期 可以守住這塊區域的話 這個魚肉 可遠遠不絕的獲得 但其實到了中間可以插城堡的時候 其實也不會太依賴這個中間的和 這個魚 而是會 一樣正常去灑農田 那這張地圖也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 雖然我不知道這張地圖叫什麼 但 我們就叫好 真理之眼 有點像一個眼睛的感覺 上面有個眉毛 重點是眼球 好 這個我自己亂講 大家可以看到 霸彈提人 這邊是收掉了 Riper 這隻肉馬 OK 那兩邊準備來生封建時代了 那霸彈提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打 垃圾兵跟駱駝 因為他的垃圾兵跟駱駝 都有25%的這個減免 槍兵、毛兵、駱駝 都25%減免 所以不管前中後期 或者是用這個戰毛槍兵給地零壓制 那到地零時代可以轉成半燈提聖騎兵 進行無腦壓制也可以 那後期呢也可以轉出強弩 進行搭配組合也是OK的 然後其實半燈提人呢 火槍火炮也是有的 所以他的工程方面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OK 那目前看到兩邊準備提升到封建時代 那中間這個海戰喔 一定會開打 所以破爛這邊應該還是會先去按戰劍 按個一艘或兩艘 但是這邊有挖石頭 這邊可能會插劍塔 因為他這裡沒挖黃金 所以只能按一到兩艘而已 當然挖石頭 這邊可以產生黃金 兩邊直接一個對劍塔 哎呀四招失敗了嗎 選擇後撤 自爆船 決定要來炸一波 OK 這跟劍塔有機會蓋得起來 炸村民 炸 哇 炸到了 哈哈哈哈 再拿一村 NICE Viper這邊直接收下武村 自爆船在這裡的出行問題非常強大 但是火彈船可以一直攻擊 可以搞定 看來白魄要被搞定了 那霸彈天人在塔攻的方面也是有優勢的 他的血量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他的血量是1020 正常的劍塔的血量吃850滴血 但這邊火戰船已經在燒劍塔了 而且蓋起來也不是蓋得那麼順暢 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這場Viper感覺也是在試招 所以也不只是Viper 很多選手應該都是在試招 因為我看了這麼多比賽 很明顯感覺出來 他們並沒有非常動真葛的在玩 可是有點在試探敵器 然後藏自己的招 不要讓敵人發現 等到最終決戰時 再把自己的大招拿出來 這也是比較常見的一個玩法 好 好 那這邊劍塔直接被 插爛 中間的魚被 霸彈體拿下來 那這邊就可以一直按魚喘了 OK 那破爛在這邊前期打輸了 而且對方劍塔還一直繼續升插進來 一直逼一直爽 沒有要撤退的意思 OK 車田木門 Delete掉 直接拿臭名去扁 反正我臭名會回血 而且這也是我自己下 這裡臭名夠多 隨時支援都可以 好 這邊臭名收掉 好 直接撈 海濱魚群 好 撈一撈 戰船來海燒撤 好 那以目前來說 波蘭算是蠻虧的 波蘭這邊優勢非常巨大 但機器上來說 應該是不會落後太多 對啊 而且甚至沒有輸 呵呵 這兩邊都差不多 大家可能會說 欸拿到魚了 這個經濟一定爆好了 但經濟要爆好 也是要到城堡時代之後的事情 而且城堡時代之後 BIPER也有可能會打回來 所以前期拿到這坨魚群 算是 小小補陣 並不會太影響整場的遊戲節奏 尤其是BIPER又是頗爛 這種開農型文明 即使前期失敗了 後期也可以快速轉出大量資源 驚喜反擊 好 那BIPER這邊城堡時代 是稍微快了一點點 48秒 這邊可能會花時間 想插城堡 那城堡位置 比較尷尬的是 不知道要插哪 插這嗎 插這的話會被燒 好 但你看到這麼多村民走出來 有意識到 想要插嗎 硬插 完了 這個硬插 好這邊該刺激取消掉 再補一個亮望塔 後面可能會死個一兩村 但終究能蓋好這根堡 欸欸欸欸欸 阿怎麼 蓋一蓋不蓋了 蓋一蓋堡去打野 蛤 這是什麼誘敵戰術嗎 應該是他有 那個 那個 去 按那個 插起 按Shift 叫他們蓋完城堡之後去打獵了 沒想到 打一打就出事了 好 這個奧不起 戰錘兵出來了 先稍微 拆除作業 知識地國 唯一 用 人員單位工程的 武器選的是正確的兵 就只有戰錘兵了 正常的拆除作業 都是用錘子在拆的 哪有人在用劍在拆的 好 這邊轉一個 搬來請聖騎兵 兩邊都想被秀 哇 秀掉戰錘兵了 哇 裡面這個 聖騎兵居然活了下來 好 波蘭這邊呢 則是點下了帝王時代 班辰廷也是 兩邊都是單TC OK 麥可這邊 直接打野打包打的回家 路肉吃了一些些 點了帝王時代 接下來呢 帝王時代 應該也是前期的巨頭 開丟 麥可這邊是有 開始剪生物的 欸欸欸 他在下面了 要不要招一下 喔 被發現了 OK HERA這邊反應還是很快喔 看到上面有生女 拉兩隻過去 好 上找一下 要找誰呢 還沒有斷著想喔 要拉開 OK OK 好 麥可這邊點了一弓 巨型投石機果然開始產生 但是 對手 HERA已經點下了一台巨頭了 OK 看起來 八蛋停聖騎兵 現在是有 足夠的壓制力的 那 波蘭要打這個 八蛋停聖騎兵的話 最好的解法就是用 生鋁喔 或是用強弩喔 那是最好的 因為他要用 重裝長槍兵的話 會打到頭破血喔 好 兩隻 八蛋停聖騎兵 燒掉 解掉這一波的騷擾 不錯 這波解的很好 Viper上面居然在長招 轉出了 貴族特權 然後 開始要來馬爆了 直接野 馬就 你敢信 欸有洞啊 Viper有洞 沒看到 快了 直接進去 完了 HERA家裡 什麼都沒有 重裝長槍兵也沒升級 投資車掌個一發 騎士大爆砍 那HERA這邊也是送了一些 半聖騎兵到了 Viper家裡 好 這邊騎士直接衝到後面 伐木區 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OK HERA這邊應該是十拿 八七穩了 好 投資車直接被 村民守司 騎士不想被招走 往下逃 但是下面沒有洞可以走啊 最終還是要回頭跟他拚啊 OK 兩隻騎士被招強掉 三隻被招了 三隻被招了 一隻聖騎躲了 神聖中心裡面 後面一隻肉馬 解掉了後方的聖騎 哇 這裡打起來有點尷尬 但Viper家裡已經爆開了 那時候 GIN同時已經拆了進來 這一波太慘烈了 Viper只能到處逃竄 兩邊都是一個互相傷害 但是Viper這邊的打擊 更為嚴重啊 怎麼辦 這裡的城堡被拆了 現在Viper沒有城堡 家裡一片混亂啊 直接一個大千席 好 這邊收掉了生女 魚 好 這邊料塔補了一根 應該是想要收掉一些魚床 手撕劍塔 這在幹嘛 現在這個換家 換得有點兇 哇靠 這裡也是抓到一波大千席 弱馬配上生女 好舒服 好 這邊軍情投司機 嘎雷移動出來 好 裡面的村民也被打噴 現在兩邊都在換家 打到換家 你敢信 四季帝國打到換家的話 面是非常少見的 而且還是在職業賽裡面 我的天 OK LIP這波 打得非常兇狠 兩邊有點忙不過來咯 LIP這邊又被抓 家裡的村民可能逃不掉了 OK 但至少跟HERA成功換家成功了 那接下來就是 看誰的單位更有優勢一點 那目前看起來 波蘭這邊的重裝騎士 有造價上的優勢在 那 半生庭聖騎兵呢 這邊還沒有後勤科技 連精銳也沒有點下 以正常的騎兵護狀 可能半生庭聖騎兵來說 是有點優勢 因為他有騎兵減免傷害的部分 但我記得他是 沒有針對一般騎士的減傷的 所以有點算是五五開 但我覺得波蘭的造價優勢 會更具有優勢一點 畢竟兩邊本身 已經沒有什麼太多經濟的情況下 好 這邊騎士直接硬抓 可以騎士打半生庭聖騎兵 傷害還可以 一刀七滴 嗯 果然騎士在這個階段來說 還是能稍微抗半生庭聖騎兵 唉唷 這兩台巨頭差一點被直抽 但是頭子車可能沒了 OK 半生庭聖騎兵 雖然也只剩下少量的一隻 哇 麥克這一招打得很兇啊 很兇啊 為什麼波蘭會很少見喔 在這個職業賽時 因為波蘭本身喔 他的特性雖然強大 但是 太要讓他的 打法打起來其實 不太容易 因為他的特性就是 騎士 騎士這東西 所以單一兵種強化的話 很容易被針對 雖然波蘭也有強奴 跟戰錘兵 但這些東西喔 都不是一個很好 去瞬間可以成型的東西喔 甚至說要成型是非常困難的 雖然波蘭什麼都能打 但是 在於職業賽這種 快節奏的情況下 是很難打出 自己的優勢來了 突然這個問題 這邊巨頭 撐不修嗎 後面生女 撿下生物 把生物撿回來 這邊巨頭打掉了一台 巨頭反制 再一發 臭命來不及修 有沒有機會 再一發 再一發就搞定了 哇 結果搞定右邊那一台 不是左邊這一台 你看 白盆應該是穩的 拿掉 三台巨頭11 順利收掉 好 那這邊 城堡 在這邊夾著 這裡職業 可以繼續拖 要說誰優勢喔 其實我真的看不出來 誰優勢誰劣勢 我是覺得 白盆要趕快把這個 4級給拆了 這個4級 賺一下蠻好的 但現在 佩拉直接開龍 3TC開龍 畢竟自己有這個 核鋁優勢 趕快補這個魚 白盆現在沒有辦法 快速展開自己的經濟的話 就要繼續 暴打一下對手 才行 好 現在黑蘭 現在到處再 抓一下 騎士在哪 OK 終於抓到這隻騎士 這兩隻騎士應該是 逃不掉了 這邊騎騎兵還在繞路 那我覺得 白盆以這個人 開龍速度來說的話 可能在5分鐘 HERA就可以拿到更大的優勢 雖然看起來 剛剛HERA這一波 是打輸了 但其實他 還沒有到完全輸了 這個用巨型投屎機 拆掉生女 好 完了 這個往後拉 突然著想了 沒了 剛剛應該要直接著想 正面的 半戰型聖騎兵 可能還有機會找得到 看起來 MIPER是稍微落後 HERA的聰明術 已經開始反超了 四七村 很緊張很緊張 大家的兵力都不多 這個幻家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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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拉回 突然這邊點下了二級射 增加一下射程 還是他要鬼轉奴兵 轉奴兵的話 射生女也是比較輕鬆一點 射半戰型聖騎兵 傷害還不錯 因為半戰型聖騎兵的缺點 就是沒什麼工兵鎧甲 這邊直接硬上 這個硬騎有機會喔 兩隻青騎兵直接到後方 這個騎上去先射到後方一隻生女 第二隻生女也是直接倒地 完全沒有招牌到任何一隻青騎兵 這時候騎士才上前趕快去幫忙 但是巨型頭司機一台都沒有被打掉 反而是班尼聖騎兵 數量只剩下七隻 ERROR這邊 有點 小辣茶 如果VIPER這邊也是送了一些 騎士回去 哇 兩隻騎士直接被爆打 好 這邊三TC也慢慢開起來 VIPER 村民處已經落後了十村 直接開在你的哨戰裡 眼皮下 誒我要這隻兵開農 北邊是我的 南邊是你的 我們這邊講好了 我們這邊講好了 帝王時代直接夢回封建時代 臭民術直接變成封建時代的臭民術 要笑到這一場 好 那BIPER這邊是繼續開農 大莊園越傻越多了 OK 這邊就是 波蘭可以追擊 對手的 經濟優勢了 好 那巨型頭十基 已經架了過來 越南照我眼皮下開TC 好 BIPER這邊可能還要再繼續補一些騎士了 所以不趕快補騎士的話 數量上只會輸給對手非常多 而且沒有辦法跑得反視對方的巨型頭十基喔 村民上也會被追 很麻煩 好 兩隻聖騎兵過來 一刀收掉 這邊巨頭來偷拆 班牌挺聖騎兵直接後入室 攻擊後方的巨型頭十基 有機會嗎 再一刀 拿下 城堡 哎呀不是 城中心爆掉了 我的天 哎呀這一波 死吧 但是村民術一直被追喔 BIPER這邊村民術已經少了20村友囉 現在HERA領先25村 不然這波看起來是HERA的 敗退 但其實是BIPER這邊村民術 更加損失的慘烈喔 好那破爛這邊終於點下了銀罐 貴族特權 原來是要等貴族特權點完喔 才要點這個騎士喔 OK那現在就可以開始量產騎士 現在現在黃金只要30塊 挖點一些一些黃金就可以爆出大量的 騎士出來 那這種裝騎士可能要趕快點下 喔喔喔喔喔 這一波難道能夠拿下嗎 我的天 我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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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看追不到 好 10點班人體聖騎兵也不錯 好 BIPER開始把生物自己搶回來 但村民術依舊是落後30村的階段 但是 生物被搶回去 要是被BIPER給夾住的話 HERA就會很危險了 並不是因為有村民優勢 才會有優勢的喔 現在戰略狀況阿 BIPER他們這邊是更有優勢的 好 好 HERA這邊點下了二攻 提升一下騎士的傷害 上面快要夾不住 BIPER開始暴慘 騎士了 好這邊巨頭直接解掉離開 生女 我需要一個生女 我需要一個生女 18的這個語音 好 直接到右側再架起來 現在沒有碼頭 喔 魚船就不能放肉 就是直接把中間的魚肉 斷掉的最好方式喔 好 兩邊都想要去渡河 BIPER要不要撿一下生物阿 目前BIPER是想要先 拿一下騎士的血量 好 左邊 開始被敲囉 水頭 好 撿了一個生物 重裝騎士還有一分鐘 後來這裡升級三攻 還沒有點下 傷害力有點差 喔 巨頭 好 這裡拉了一個小隊騎士 在這裡 大概是正面騎士 雖然有點少 這邊騎士 絕對不能讓對方過來 後方 重裝騎士 趕快過去拆巨頭 HERA這邊拉了一個小隊過來 想要去救 但這邊要救有點困難 重裝騎士 已經貼上來 打這邊的 巨型投資機 後方巨型投資機 也在努力反擊 但是BIPER的巨頭 數量反而是下降的更快 後方有貫兜的重裝騎士 從後面過來 想要開拆 這邊開拆 還差了一些傷害 還不足於拆完 這面的重裝騎士 一一去補路過來 半輪體聖騎兵 還在前面扛線 但數量上 已經開始不足於 對方的重裝騎士 半輪體聖騎兵 這裡沒有後勤科技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造成大量的 額外傷害效果 而這邊巨型投資機 還是順利 收掉了HERA的城堡 哇 這波BIPER拆除城堡成功 但是BIPER的聖騎兵數量 已經開始爆了起來了 這看起來是兩敗巨傷啊 這波打得非常精彩啊 但是現在換成HERA這邊有 軍事上的優勢囉 十三隻 拜登庭聖騎兵 應該不是精銳的吧 精銳的很貴啊 應該是點不起 拜登庭聖騎兵 這個單位的缺點 就是升級 太貴了 這是他唯一的缺點 還有怕弓箭矢 三箭矢 嚴格來說 他也是打得贏空箭手 只要貼得到的話 好 正面直接夾起 後面巨頭 又繼續架了起來 這個城堡 有機會嗎 看起來 VIPER的血量 有一點 掉得很快 單身已經解除 後面重裝騎士也輸出 現在騎士數量 大於點攻防 但騎士數量現在是有點少了 最後這根城堡還是被修了回來 Hurra這邊是沒有 足夠的石頭可以一直修 OK 斑塞亭 這邊是把做的斑塞亭射擊兵 點了進去 而且精銳已經點下 這邊破爛木頭很多 看有沒有找個地方 再繼續灑這個大莊園 這邊補了一根堡 好 兩根城堡繼續打 Hurra這邊修城堡 石頭量不多 只有 少量的三次幾石頭 馬上就修完了 Hurra這時候點下了三射 三級射 這邊想要去加速 重裝騎士的路徑 但還是收掉這隻僧侶 這時候 Hurra居然打出了 聚聚 看來這一坨重裝騎士 Hurra覺得自己打得不贏了 哇 恭喜Viper 四招大成功 這個這一招絕對不是正常人 正常比賽都會看到的 那沒有想到會在 決賽前 看到這種精彩的比賽 想到不容易 真不愧是世界第一跟世界第二的交戰 非常精彩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Viper拿到了木材的勝利 15個花還輸給半蘭婷 畢竟臭名書差距真的太大了 但雖然 Hurra贏了經濟 但是輸掉了比賽 所以這遊戲並不是誰經濟好 誰就贏了 KD部分也是突然拿到了勝利 Viper我覺得最精彩的地方 還是他的幻家那一刻 那一刻很果斷 把自己全部村民 換到對方家裡 那Hurra這邊也是很果斷 直接把村民往下開 開始布局 然後轉這個半蘭婷升起兵 兩邊的打法來說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瑕疵 甚至可以說是 換得非常精彩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 好 那個樣子 那也就先進去 那麵 我們的理由 有 我們可以補充 也可以搜尼